另外我们要持续关注一个焦点 就是吴子佳的爆料 今天下午又有一个新的发展了 就是这个吴子佳 虽然他一直不愿意透露消息来源 但是这个源源不绝的黑资料 还是一直跑出来 很像一个乌贼战 像吴子佳最新的爆料内容 就是韩国瑜在北农 这个总经理的任期内 用了一位新庄王小姐的亲人 那韩国瑜回应说 他到北农的时间 正好是北农的40周年 很多人退休 所以他任用的任何人 都是依法任用 欢迎大家去查 但很特殊 北农以前常常我们问他很多事情 他的反应没有那么快的 都会一直要说我们要再查证 但是北农这次非常罕见的 很快速的跟上了吴子佳的爆料 证实北农里面确实有这位王先生 但是真的不知道 他是不是新庄王小姐的亲人 看起来这场历来最大的含黑事件 这个背后政治的痕迹 似乎是越来越明显了 那到底这个吴子佳 这个从昨天开始研收的这件爆料事件 这个来龙去脉 我们帮大家再做一个深入的理解 好 要都交给你了 来 这个部分我们现在看一下 就是吴子佳 他有好多次的官司 跟人家有所谓的八个官司 A B C D E F G H 这么多官司 那八战八败 而且最好笑的是 吴子佳今天早上 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他去干嘛 他又出庭 又出庭 他是跟这个许明春 因为他说许明春 他们是靠气暴在发财 那这个说法让许明春 当然就告他 陈局也有告他 但是他们的这个调解庭是分开开 那今天是许明春的部分 那他等于好像感觉一直在出庭 一直有法律诉讼 就现在看一下 第一个是张景森 他说张景森 因为跟业者有扯不清的关系 所以学校不用他了 那这也被判出来说 法官问他说 那你的证据是什么 讲不出来 他说我要保护消息来源 保护消息来源 这个是台大教授有在讲 法官你都没有消息来源 所以就判赔他20万 这个最经典 他说马前总统 有收鼎心的10亿元 这个10亿元 这当时很轰动 结果 结果也是被判赔了180万 那个时候比较轰动 是因为他还没有这么多记录 所以讲的时候 大家还想说 真的有这回事吗 另外一个是 前高雄市的代理市长许立民 他说他 吴子佳说他主导放贷 然后为庆富汗护航赔了 35万 当时也是被 也没有这回事 也是判赔35万 这个更离谱 他引设民进党的立委吴秉锐 这个我能讲吗 就 等等 赔30万 对赔30万 大家自己看 金补聪 金补聪 他说金补聪包批了邓文聪 掏空了国家的资产 赔15万 这个也是赔15万 然后他吴子佳又说 李英元私会了台化的高层 这也赔80万 现在最新的就是 他对陈菊在主政的时候 还有高雄气暴的一些事情的指控 陈菊有告他 现在正在调解当中 不过最妙的是这一个 前面他都是告到底 没有证据也是讲到底 可是他说郭台铭到高雄 去帮高雄市长韩国瑜 是受到大陆官方的指派 惹恼了郭台铭 郭台铭说我要求你道歉 不然我会采取行动 吴子佳说他一听到这件事情 只想了5分钟 马上就道歉了 立刻就道歉了 当然他说他不是为强权 他不是因为郭台铭很有钱 郭台铭背后有非常强大的律师团 可能会被告到很惨 他绝对不是怕这件事情 他是说他认为这件事情 郭台铭对台湾的经济很有帮助 所以他受他的感化 所以马上就跟他道歉了 听起来大家的感受 自己在心里 来 先我们来问一下好了 现在我们是云线上的 就是云林的朋友林佳新 佳新这个吴子佳 你应该也熟悉 他赔了这么多 被人家告赔了这么多钱 这真的钱很多花不完吗 吴董这个人连我都猜不透 不过老讲私交上 吴董对我蛮好的不予批评 我是觉得说讲白话 后面有人在炒作 有人在丢新闻丢消息 我希望后面的人 那一挂族群 直接就挑明了 韩国瑜有一枪毕命的证据 就拿出来 不要让我们台湾的公兵 最刷的模糊 不好玩 是 这不好玩 佳新我请教一下 我不希望 佳新我请教一下 叶元芝刚刚讲说 他觉得国民党内部自己人 干的可能性比较高 可是因为我们刚刚听到 最新的消息是 这个北農马上证明说 这个王小姐她的亲人 有在北農认识 那北農现在里面 可以放这消息里面 好像看不出国民党的影子 感觉会让人家联想到 是民进党 所以是不是民进党 在幕后操作的影子 会比较深一点 这我已经好久之前就讲过 民进党丢枪 国民党剪枪 然后就打 结果搞到后来是武董 跳出来当枪把子 这就比较夸张 然后其实老实讲 我讲一句白话 整件事情到现在罗森门 大家或许看得很模糊 但是我依然相信韩国瑜 跟李嘉峰人格 我在节目上有台讲过一句话 韩国瑜没那个种 代小三 大家相信我 尤其他在后期 进入北農 甚至到高雄市长这段路 他没那个种 这我可以保证 而且他心流上也不肯正部长 你有跟韩市长针对这件事情 有跟他求证过吗 这几天 我有跟嘉峰姐求证过的 嘉峰姐说什么 嘉峰姐最近心情怎么样 嘉峰姐很坦然 而且韩国瑜甚至不想告 是李嘉峰要求说 这伤害到小孩子跟家庭 他认为不得不告 是一开始他本来就有人劝他们告 可是李嘉峰也觉得说 跟韩国瑜觉得说 得饶人处且饶人 所以搞到后来 是一二再再三 这一礼拜两个礼拜以来 无尽的抹黑 跟一只黑手在后面推到 只李嘉峰跟韩国瑜不得不告 所以你已经有跟嘉峰姐 就是联络上了 针对这件事情 吴子嘉不是昨天还讲的 可是吴子嘉说昨天 说嘉峰姐暴怒 说什么回家被李嘉峰姐给拷问 讲得好像他在现场一样 有这回事吗 韩国瑜昨天没在家 所以他去担心爸爸家业树 对 对耶 真是点破茫长 一戳就戳破了茫长 谢谢你 李嘉峰早上 李嘉峰早上五点半 就在跟我LINE聊天 甚至电话 今天早上 提供农业认证 所以一个女人 如果真的疯狂到了一个几点 不肯早上五点半 六点还在问我一堆农业的事 还希望我举荐人才 去高雄帮她 就我可以用了 我LINE证明 甚至我人就可以证明 所以佳芬姐根本就已经是在关心 其他的事情 根本就 就是这个爆料这件事情 她没有 不在乎 早上六点聊到中午 五块十点半 我一个女人 如果接受局面对这种状况 不可能那么冷静 还在关心农业怎么发展 佳芬你算是很早就预言了 就已经预告了 说会有人说抱什么失身子 什么的 果然不到一个礼拜 她就把枪拿去用了 那你在云林到底有没有听到 还会更抹黑的 还有其他的料 还会更抹黑的 还有其他什么料吗 有 更抹黑的 你要不要直接在我们节目上 就再讲一下好了 我们过两天持续看看 是不是会出现 我们等着看就好好不好 有更多的料它会丢出来 好 很重要的一个 关键问题问你 这件事情在昨天这个时间点上 引爆出来 今天星期五了 明天星期六 就是韩粉要集结凯道的日子 你觉得这件事情是 出来让韩粉不去凯道 然后让场面变得很难看吗 还是说韩粉听了之后 结果反而都冲去凯道了 我一直讲一句话 这会激起基层人民的反感 因为你力道过强 反作用力就更大 所以韩粉现在是更凝结 甚至一些中仙选民 对韩国瑜的认同 是更加度的凝聚力了 因为你欺负的是一个庶民的市长 基于朋友的立场我看得很清楚 因为我很客观就也不是 产本一昧的挺 我身体还会有很多荣誉的政策 我都批评 都有指教 所以我很客观的跟大家讲说 这会应该提展的不安逸 这种操作已经超过了 超过了 好 谢谢 谢谢嘉欣跟我们 谢谢嘉欣 好 谢谢你提供给我们 这么重要的讯息 其实很早就预告有这一段 对 而且刚刚李嘉欣 今天最新的说法 因为大家都很关心 嘉芬姐的感觉 就是昨天这件事被爆料出来 嘉芬 他居然还在关心荣业 对 就是刚刚李嘉欣 也提出了这个两点 第一点 因为吴子佳说 昨天韩国瑜被李嘉芬拷问 但是刚刚林嘉欣说 昨天韩国瑜市长 夜宿单亲爸爸家 对 他原来昨天晚上 是有一个夜宿行程 我还真的是没想到这件事情 吴子佳要编这个故事 应该要先打个草稿一下 注意一下行程在哪 他可能要先关心一下 高雄市政府的市长公开行程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他说 他其实有跟嘉芬姐求生 但是嘉芬姐好像 满平静的 然后今天早上五点钟 李嘉芬说还赖他 问他一些什么农业的问题 请他建议一些 可以到高雄去帮忙的人 显然就李嘉芬 其实已经在关心 其他的事情了 就可能没有把这个当一回事 好 这个是刚刚 云林的我们的好朋友 林嘉欣 给我们的一个最新的讯息 官苗没有提供给您做参考 不过我们还是要话说同筹一下 到底吴子佳这个爆料 怎么一回事 阿总 好 我们整理这个图卡 是在大概中午的时候整理的 可是已经被他讲到 已经没办法把它更新到最新的 反正我们先讲一下源头 他说他有消息来源 非常准确的告诉他 新庄的王小姐是韩国瑜 长达十几年的婚外情 而且还生下了一女 大概十来岁的年纪 新庄的王小姐 她住的这栋房子 疑似资金来源 是偏向韩国瑜提供的 他好多疑似 好像 那种字眼的资金 来照顾这个小孩 听说最近黄文才 还传递了一笔大额资金 金额高达 我听说是说数千万 他的用资数千万 数千万之多 我建议他退出总统大选 最妙是这一句 他说我有依据 我没有证据 我们做媒体不一定要有证据 有依据或者有证据都可以做 换句话说我只要听人家讲 有消息来源我就可以做 我可能等一下 这个节目结束之后 我要问一下我大学 这个新闻系的老师 这一点成不成立 我们自己跑新闻 我记得要做这种爆料新闻 一个关键你要有消息来源 第二个你要查证 你要有自己基本的查证 第三个你要跟当事者 查证 就是至少也有当事者的说法 而且你要自己判断 到底是不是 因为你有刑事责任 而且讲难题一点 你还有道德责任 对 而且他说我们做媒体 这样我们觉得很尴尬 我们又不是这样 如果他真的是做媒体 我觉得他不能只有一句 我从来从头到尾 就没有听说只有一句 不要拖我们下水好不好 这个市长他只有讲说 我们做媒体的不能这个样子 对 莫名其妙被拖下水 那吴子佳 市长他当然就说吴子佳全部都编的 要他一一向检察官举证 小孩在哪 钱在哪 钱到底是谁送的 不过吴子佳后来一整天 已经提告了 提告了 这种也是已经提告了 吴子佳后来一整天 不断的加码的爆料 还包括说还给王小姐钱 有给他们散养费 还给他们一大笔钱 然后去年选举前还请他出国 去年七八月期间 去年七八月期间 韩流根本还没有起来 为什么要叫他离开 他说这笔钱数千万 他甚至怀疑说是选举的结余款 但是有人去算 韩贵的选举的结余款 只有一千多万 而且当时就已经讲很清楚 要作为慈善之用 那到底这个数千万的 给他一笔巨款 到底是怎么来 他还讲到黄文才的部分 说什么当时检掉 要去搜证的时候 黄文才还赶快回到他 那个新庄王小姐的住处 去找东西 可是问题是 当时韩国瑜在北农 他怎么会有检方这么多资讯 当时他在北农 其实没有什么人关心他 这是真的 怎么会有检方这种资讯 连他要选国民党主席 可能也没有很多人关心他 所以大家一直觉得说 这个感觉很像一串的肉粽 有没有 吴子嘉把这个肉粽串起来 大家开始又漏搜王小姐 有他的照片 然后现在又开始说 王小姐的亲属 在这个北农里面 有工作年薪百万 就好像在淋辞他 很像在挤牙膏 那这个资料来源又陆陆续续的 都是在建筑于不同的媒体 或者不同的名嘴身上 所以感觉是一个有系统性的 在爆料的状况 那这些资料 虽然原知说他觉得 好像是来自藍莹 但我个人觉得很难说 但刚林嘉欣 其实他觉得是什么 民进党丢枪 然后国民党跟民进党丢枪 然后吴子佳去把他当枪使 这个我待会来好好解释一下 这说法是什么 不过我们再来温习 重复一下吴子佳 他的种种的记录 刚刚讲到他有八个官司 八战八半 有一些我们来细看一下 最经典的就是2013年10月 他说马前总统 收了鼎心集团的10亿元 说他有消息来源 他宁愿受罚也不透露 但是到最后一二审都判他 要赔180万 那就真的受罚了 而且要在三个电子包里面道歉 所以这个真的是有点离谱 但是一审认为他不是故意的 二审认为他故意 但是故意跟不是故意都要180 所以高院说 那你这个180的金额 再重申审理一下 因为故意跟不故意 在法律上的认定落差很大 所以要他金额的部分 要重新再省 但道歉 跟电子报道歉已经定验了 那接下来再看这一个 2014年11月8号的时候 他惹上了张景森 他说张景森就是因为 跟建商利益纠葛 他没有办法回到台大任教 那开庭 这个吴子佳也拿不出任何证据 也没有办法证据 对 然后他也是说 我不能提供消息来源 这一点倒是做得很好 这个身为媒体人 这一点倒是做得很好 但是他甚至还讲说 这个说法我都台大教授 台大校园大家都知道 可是法官说 可我不知道 那你至少要告诉我 台大教授是谁 是哪一个 他也讲不出来 后来他就败诉了 高院判陪他要罚20万元 2017年的时候 这下惹到的是许立民 他这个蓝绿都招惹 对 所以 然后前高雄市的代理市长 代理市长 也是前副市长 他爆料说许立民 他主导了高颖的放贷 而且他包庇了庆付 那法院就马上去查 去涵问高颖说 到底许立民有没有主导 要放贷 要包庇庆付 那高颖就说 没有 没有他只是要放贷这件事情 那吴子佳自己本身又拿不出证据 他每次都拿不出证据 他可能有依据 他觉得有依据 有消息来源 他就可以做 所以今日学习 就是依据跟证据 有了心结的 就是这样子 新闻学绝对不是这样教的 我们这样子 好 然后后来今年1月 今年5月1号的时候 Eason就判他 前几天的事情 这个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隔这么久 隔了一年多 一审才一审 真的有负了1.9 所以你看 现在韩市长就算告了他 要还到他清白 或者是要有一个结果 搞不好 会不会拖过明年的总统大选 或者大选前是一个重要的变数 也有可能 也不可能 2019年3月22号 这个就妙了 就我讲的那个 5分钟表现 这是最妙的 就是 他说郭台铭跟韩国瑜签备忘录 是大陆指派他这样做的 郭台铭就说 那你这个说法不对 你要是不更正道歉的话 我会处理你 所以他5分钟之内 就马上道歉了 不过他有解释说 他不是因为担心郭台铭 财力雄厚 他的律师团很强大 可能会被告到死告到倒 他不是怕这一个 所以他是觉得说郭台铭 有帮台灣的经济很有帮助 他受到他的感召 这样也是 所以他 听起来 反正他说 所以我的感觉是 他藍绿都没有在怕 怕的是 跳过去 跳过 好 但是最新的就是 2019 5月的时候 吴子佳 她说北检 有韩国瑜进出新装 王小姐家的引带 这是马上就被打枪了 北检马上特别发一个声明 绝对没有所谓这个引带 他说他们的证据当中 没有这个东西 对 网友更厉害 网友马上整理出来 八个官司他全败 有 刚刚我们已经看了 而且今天早上开竞争 他又在出庭 又是在出庭的场合 接下来他要继续出庭 所以我很好奇 甚至有人在讲说 是不是他每一次都不怕官司 要罚这么多钱 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 为什么他会不怕 为什么不怕这件事情 大家开始去想说 他背后到底谁在指使他 对 那这一派的就是叶元智的说法 他觉得是蓝营内部的 可能性比较高 党内护党 是国民党反韩势力要摧毁他吗 还是他初选的竞争对手 都有可能 都是问号 这是一派的说法 另外一派的说法 是民进党的人给他资料 所以那为什么要选在初选这个阶段 他可以制造蓝营内部的矛盾 跟冲突 内乱 可以打韩又倒锅 等于说是一箭双雕 甚至刚刚北農迅速的出来证实说 确实有这王小姐的 他的亲属的人事案 之前你做调查报导 问那个茶叶的事情 北農不是都没有这么快 有说对不起 我们不提供任何资料 这态度就很强硬 然后没想到这件事情 他马上就证实了 北農的结构就是云林张家 他就是属于亲国民党的 还有民进党跟柯三个势力 云林张家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 做这样的事情 人前挺他 人后捅他 张家的政治诚心会破产 剩下谁 民进党跟柯文哲 大家自己去想想 所以我觉得原子讲的 藍银的成分偏高的 我觉得也不一定 从北農这个角色可以判断 好像背后也许就真的 像嘉欣讲的 藍银 绿银都丢枪 然后吴子嘉当枪使 最妙的是 因为他有喊出来说 韩国瑜要退出大选 这件事情为什么会直接上纲到 韩国瑜退出大选 因为他已经觉得 韩国瑜会过初选 对 这个我不知道他的用意是什么 但是至少 郭董又要告他了 不是 你讲人家家里的事情 跟怎么会直接叫他去退出大选 你的用意 你所有的爆料 你的用意就是要他不要参加2020 那也是很奇怪 而且他特别选在 601大造势的前两天 最明显的他就是可能希望 601造势的人数会变少 这个部分 但是国民党的朱立文他有讲到 我觉得他讲得最中肯 他说没有证据之前 我们都不要相信 也不要去讨论 是证据 对 他说也不要去讨论 我觉得他讲得蛮中肯的 但是民进党王定宇 这时候就开始 拿小窑签在那边戳 他说很明显 这个就是要影响 这个造势活动 如果有这样的料 我们民进党去年早就用了 也中肯 对 去年民进党如果有 真的早就用了 可能他觉得那个料很巴辣 但是这个时候角局有余 也许是这样 看起来比较像是 国民党内部自己弄的 我觉得这个只有一点 就是拿小窑签搓人家 那种感觉 所以这个爆料 韩国瑜要告了 没有错 现在韩国瑜已经要提告了 他绝对不会载人了 事实上在刚才 他已经按理提告了 然后他的危机处理 我们可以看一下 其实这两天 他真的是满辛苦的 那昨天事发的过程裡面 他原本下午有 下午到晚上 总共三个行程 就是三点的跟四点半 跟晚上的七点三个活动 那三点那个时候 他正在看社宅的工程 原本有安排一个会后联访 可是他当时有发现 他身体不是 所以他就联访他有取消 甚至昨天就传出来说 是不是这事情 他心里有鬼 所以他取消了联访 有问题 不是 是纯粹 身体不是 而且我们也查证过了 当时在这个行程裡面 联访会问的这些题目裡面 当时吴子佳的爆料 都还没有传到南部去 所以当时就没有这样问 那四点这个行程 本来就 四点半的行程 本来就没有安排受访 那更没有所谓的 什么没有联访什么的 但是当时四点多的时候 消息一传来的时候 市长马上就发了一个 非常强硬的声明 他说已经违请律师提告诽谤 连同不经查证 引用不实指控的电视媒体 跟名嘴都会考虑一并的提告 所以他的声明 其实发得很快 因为昨天很多人会声回音说 他第一时间犹豫 连续取消好几个行程 然后什么讲话暧昧不明 不敢第一时间回答 没有 是因为这两个行程裡面 第一个行程 这些事情还没来 第二个行程 本来就没有安排受访 可是他一知道这事情的时候 马上就发了要告的声明 而且连带其他不经查证 引用不实的电视媒体 跟名嘴都一律会告 所以这个时间点 我们节目当时正在昂 可是我们并没有报道这件事情 我觉得正规的媒体 第一时间都没有报道 还在查证这件事情 其实这个不是我们要自刮 我们第一时间很严谨 所谓的不实的爆料 不能贸然的跟进 除非你确定 我们都确定那个内容真实性 我们才会去讨论这件事情 到了晚上7点的时候 韩国瑜就亲自回应 而且他就有把整个 提告的过程 跟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决定 就跟社会大众讲得很清楚 所以昨天有人认为说 他第一时间闪躲 第一时间闪避 这个说法是不存在的 不过最重要的是李嘉芬 他明天造势大会 原本外传说 他就会出现在造势大会上面 现在李嘉芬变成是 非常重要的角色了 尤其是传出这么样一个事情 大家很担心 他现在心情怎么样 那我们现在线上也访问到 前中和市长邱锤益 也是全北台湾最大的韩粉 邱市长你好 邱市长五安 你好 邱市长现在601之前 突然爆发这么大的一个黑料 那对韩粉们的心情影响是怎么样 大家心情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忍心 看到这样子在这几个关键的时刻 吴子佳 吴董事长这样子的一个 无中生有的爆料实在是非常可恶 那有因为这样子更多人想要到凯道吗 我想吴子佳是最大的韩粉 他无形中整个激起了所有的韩粉 大家更团结 大家更会走出来 我以为你已经是很大的韩粉了 没想到吴子佳更大 他这次可能他是帮忙最大的 好吗 所以有第三种可能 他是故意要出来帮大家催人 其实他其实是要帮韩国瑜 没有 开玩笑 市长这个原本还是跟我们分析下 因为明天倒数 现在倒数不到24小时 这个活动就要登场了 目前准备的情况 以及就你们所了解 因为昨天已经函数说 快到15万人了 您今天这个活动 有没有什么任何最新的进展 可以跟我们来分析一下 我们保守的估计是10万人 当然越多越好 因为这些韩粉我们 因为这次都是自发性的 所以也没办法说真正切实的去 估计他到底有多少人 但是我们现在保守 应该我们一估应该有超过10万人 这是我们目前大概 保守的估计大概是这样子 但是希望说 呼吁他所有的韩粉 大家都能够 这个时候一定要站出来 来力挺 看到韩国瑜韩市长 被人家这样的欺负 大家实在非常的愤怒 市长那现在有一些规定说 不能有摊贩不能用明火 会不会担心明天场面也许人多 可是气氛会不会不够热闹 当然这个是多多少少 会受点影响 其实讲周边的这些产品 没有火炎的这个实在讲 应该是可以适度的来开放才对 我也不晓得台北市政府 他到底是咱们的一个心态 我想蔡英文总统都说 这个总统府都要开放人家民宿 都要可以带你吃东西了 煮东西了 那凯道有那么严重吗 我想这个部分 是不是也请科市长能够 再进一步的再思考一下 能够适度的做一个放宽 明天可能 有没有可能发放一些物资 比如说除了肉粽之外 肉包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 比如说矿泉水 或者其他的东西 会分享给大家 我们明天是有准备 10万瓶的矿泉水 还有这些国旗的贴纸 另外还有这个雨衣 这个国旗 有10万份的国旗 我们都各准备10万份 都是10万份起跳 所以你们就是 用10万来算 那如果超过呢 没拿到 超过的话 真的没有 但是我知道目前很多 从南部来的 他们都自己都有准备 大部分都有自己有准备 但是我们大会 还是有准备 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你们现在掌握天气 你们觉得明天大概 会是怎么样 我相信老天爷都会来 这个观众会捶爱 我相信明天应该 或像今天一样 这个阴雨天没有雨 我们都有在 在祈祷 在拜拜 市长 那个就是来宾的部分 就除了韓市长之外 现在确定的就是会上台 讲话 致辞的 大家有哪些企业界代表 或是立委 有先可以告诉我们的吗 立委大概有十来位 还有一些议员人数 就可能就非常的多 但是我们目前为止 也没有一个窃窃的 窃窃的这个数据 但是我们知道的 大家有来打听说要来的 立委有十几位 议员当然会更多 但是我们明天看情况的话 我们就来一一的介绍 最主要明天 我们是一个庶民 庶民大家自动来发动的 所以说我们还是以庶民为重 由他们来庶民来代表 这个韩粉来讲些话 这是我们目前的着重 从这方面 谢谢前中和市的市长 邱锤怡邱市长 谢谢你 这个主办单位之一 刚刚他提的这个观点是 蛮特别 蛮精辟的 他觉得吴子佳 其实才是最大的韩粉 他觉得他在帮他们的活动 第三种可能性 那当然刚刚提到的就是明天 这个活动上面 会不会有什么样的Draft Code 好像听说要准备 国旗跟红色的上映 在现场会特别准备的是小国旗 那大家都知道 其实每一次韩国瑜的场子里面 都一定会国旗飘扬 所以呢 这个我们现场呢 也欢迎各位 所有要挺韩国瑜 挺中华民国的好朋友 你们可以自己呢 把家里的国旗 小国旗 中国旗 大国旗 通通可以带来 非常欢迎 而且我们现场呢 也会提供国旗 那我在现场呢 也会提供像这样子的这个文身贴纸给大家 有各种不同的图案 然后也非常的活泼可爱 那到时候也会提供给大家这样子的文身贴纸 那大家呢 就可以贴在任何你想贴的地方 贴在这个手臂上 还是贴在这个手腕上 然后到时候贴在脸上 贴在脖子上 贴在大腿上 任何您想秀的地方 都可以一起秀出这样子的文身贴纸 对对对 都可以这个贴上我们现场 帮大家准备 责送给大家的这个文身贴纸 一起让这个国旗上升 那么另外呢 我们要提醒大家的 就是我们当天的dress code 因为我们那天开记者会说 这个工作人员 还有这个团体的这个识别背心之后 也有很多的民众在询问说 这个背心要去哪里索取啊 会不会送给他们 那要跟大家讲说 这个背心是给工作人员 还有这个团体的一些代表辨识用的 不是普发性的 不可能做十几万件这样子的这个背心 那所以呢 当天来参加的民众 就麻烦大家 我们的dress code 就是红色的衣服 红色的上衣 您只要穿红色来就可以了 那全军在线找回感动 共同来帮韩国瑜加油